好了 到第十track 第十track就是特別 這裡表現了法哥的演技 然後法哥用彎的腳走 然後當時有一輛名貴房車經過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還是什麼 形成了一個對比 在我這個觀眾的立場 一個地底泥 也突顯了一件衣服很舊 然後有一輛金色的房車經過 這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這裡安排宋子豪去遇上法哥 法哥在這裡 剛才那一刻 其實他整條路走的時候 他那種假裝彼的東西 因為他真的沒有彼 他假裝彼的東西很絲絲入扣 因為他的眼 即是他的樣子 那樣東西的演技 就向上 向上 他那個行為動作 加上他的腳 就突顯到他是很掘強 即是不認輸 在行為動作裡面 這件事又是一個 coast up大特寫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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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這樣 他很詫異 他很詫異 即是 厲害的導演才會做到這件事 可以看到 他很詫異 那 那 那 他很詫異 就變成了大老 而馬哥就變成了 即是 那些地底 然後 這裡 阿發哥 那隻腳 可以看到他的演技 然後 這裡也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即是 就是 李梓鴻 你給別人抹車 就抹車 但是 導演就特地安排到他 你扔在地上 就不要直接給他 因為你直接給他 在戲劇上是沒有過程 不如就扔在地上 即是 遞顯到他 多麼卑劣 當然 這裡就是他上車 發哥 在這裡 準備去撿錢 他的樣子 剛才的演技 就是 很無奈 就是忍氣吞聲 那種 不是普通人 他撿錢 演技也很厲害 屈一隻腳 然後他走 這裡也是一個大獨社 他走過去 吃飯 是很趕的 為什麼呢 吳遠心導演在這裡 在停車場裡 就用盡了很多東西 就是 行車的路 接著有個樓層 那些橫線 在攝影上面 他做了很多東西 在這個場口 就突顯了發哥 那種孤單不黎 但是又有一種英雄的器蓋 你試想一下 如果在現實裡面 你在停車場裡 你走就走 那個路 可能有些車鑽過 那種東西 就不會有 那麼有藝術性的畫面 鋪排 他一直很孤單地走 然後坐在一個椅上 即是清潔 在這裡 又是很棒 為什麼呢 在停車場裡 其實如果你說 做打掃的那種東西 其實是不會這樣坐在那裡 因為你知道 停車場裡 都有一些工作員間 即是清潔員工的工作間 或者有一個鎖鎖給他 那種東西 吳宇森導演 又是在這裡 突顯了一件事 就是他發覺 就這樣坐在停車場裡 那裡 變成了一個 比較厲害的反差 即是他 連這個工作房也沒有 你說多淒涼 這樣 這個又是導演的心思 令到一個角色 比較突顯出來 好 接著吃飯 好 接著吃飯 這裏 這裏就是 雷志良先生講的 有一個很棒的位置 現在正在講的 就是說 你吃飯就吃飯 即是 你咬著半塊雞在嘴裡 這裏 這裏 也真是一個 導演的想法 或者是發覺演技的想法 這裏 你吃雞就吃雞 但你現在 在畫面那裏 剩下半塊雞 再突顯 角色是再淒涼一些 他還要拉一拉 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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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這個又突顯了 角色真的很淒涼 接著 手 把這裏 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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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那裏 通常 在一個街上 只是一些 那些極度淒涼的人 那些真是很慘的人 才會做這些動作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場合 然後 在這裏 它原本很挖強 接著見到頌子豪 接著就是 感動到 那些眼淚在眼裡朗下朗下 接著它就重逢 用手握起來 拉起發哥 接著 這裏 就突顯了 他們兩個的友情 就變回一個兄弟情了 為甚麼呢 就是 真人法 就為了敵龍 才會 斃了他的腳 那這裏 敵龍就說 喂 我就算 之後打筆腳 我都要還給你 這句對白 就是呼應 他的 聚焦感 在這裏 又是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落差就是 咦 在這裏 他們很開心重逢 然後 那個大的落差就是 就是說 鄭文化就說 喂 我等了他三年 我們可以東山再起 再做大道 找回失去的東西 之後那些氣氛都是這樣 但是在這裏 敵龍就說 我不會再做黑社會的東西 接著 鄭文化當然是不滿意 但是不滿意之餘 他在情分上 也原諒 敵龍 不再做黑幫的事 然後 還要關心他 叫他看著他弟弟 張國榮 阿傑仔 因為他經常踩到阿成 那裏 即李之洪的角色那裏 遲早出事 這個就是一個 連帶關係的 友情的線 這些就是好看的地方 好 接著 雖然 宋子豪 不想再做黑幫的事 但是 他和以前的朋友 黑道女朋友 都會 坐在一起 聊天 例如發哥 例如其他朋友 當然在這裏 張國榮就來質問他 問阿成 大哥成 有什麼 這場戲又很經典 很經典就是 張國榮就說 喂 你什麼事都沒有 怎麼做人大佬 在這裏 在這裏 就是 迪龍哥這場戲 就是很厲害了 就是說 阿Sir 我沒有做大哥很久了 那 大家可以見到 這些細胃 可能要 大家要放大個螢幕才看到 你看到 迪龍哥的眼 在這裏 是 懶著懶著懶著的 那些類 就是說 他根本上受毀的 就是 現在沒有做大哥之餘 那個弟弟 還要 以為他還在做大哥 就是 還未肯原諒他 哇 你說 多麼悲哀呢 但是他又很疼 那個弟弟 所以在這裏 這場戲 真的 很令人回味 大家可以看到 我沒有做大哥 很久了 張過榮在這裏 他在這裏 他在這裏 如果你看到的時候 也是 坐一坐的 坐一坐的意思就是說 你 到底是騙我呢 那 在這裏 有一個情分 就是 坐一坐 張過榮之後 會不會 還有得慢呢 這段兄弟情 在這場戲裏 就交代了出來 所以這場戲 那個情是不斷連結 不斷連結 接著 發哥 媽哥 當然看不過眼 就走過來 走過來 走過來 張過榮就說 你來 來 我一槍打 死你這個兵仔 這個 就回應 就是他之前 真人發就說 他在經生意的時候 被人用槍指著他的頭 你不要用槍指著我的頭 就是 在這裏 接著 真人發就是 這裏就突顯了一個英雄氣概 開槍 即是不怕槍的 根本上 即是那種英雄氣概 當然 宋子豪就走了 調停了 調停就是說 不要 阿傑仔你不要這樣做 我真的沒有 大哥成那些資料 這個我朋友 諸如此類 想調解 那個關係 當然 張過榮就不妥協 不妥協 這裏 阿哥哥的演技 阿哥哥的演技 在這裏 這裏 剛才那裏 就是說 你 呼應 迪龍 你說 宋子豪 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知不知道我的前途 就是毀在你手上 這裏 就是因為你是黑社會 我才沒有升職 這裏 就遞顯到 社會的矛盾面 即是說 你家裏 裏面有一個人 是真的入了黑社會 其實你在白社會裏面 你整家人都沒有前途 尤其是很想去 向上游的人 所以這場戲 又很重要 就是說 就是 吳玉琛導演就是 告訴市民 你不要做黑社會 你做黑社會 會連累全家 你說這裏 是不是很語重心長 這些戲 就是最好看的地方 接著這裏 又在堅叔的車房 朱寶爾 由之前 那個灰鞋的角色 就開始去到一個 比較認真的角色 就是想叫宋子豪 就離開香港 因為不想見到 張國營就崩潰 但是這裏 看到朱寶爾演技的落差 很厲害 然後宋子豪就說 我不會來香港 我不會來香港 是因為很想讓杰仔 看到他的洗心革面 那個決心 這個也是呼應 之後 差不多結局的時候 敵龍就為了杰仔 就去拿那個錄音帶 然後就離開香港 即是呼應那裏 這裏也是很棒 那種 那種懷緬 就是他和弟弟 一起去 即是童年的回憶 一起去玩 去溜冰 之類之類 即是 還遞顯到 他是多麼愛惜 那個弟弟 好 接著這場戲 又是很重要 這場戲 就是講 大哥成 就想把宋子豪 回去做大佬 即是交回黑社會 其實就是 當然 宋子豪就不會 即是不想再交回 因為弟弟的關係 接著 大哥成就說 你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我可以給馬哥 有個位置 好了 接著 這裏又突顯到 宋子豪的角色 是多麼英偉 如果我不答應 又怎樣 因為 之間 就是講 他 大哥成是想張國榮 都加入黑道 做黑道裏面的 艾仔 即是警隊裏面 好了 接著 又詆毀 馬哥 因為馬哥 已經是 地底 所以 張法的角色 是很無忍的 在這裏 好了 接著 宋子豪就拘捕了 李子紅入房 即是大哥成入房 有些事情談 其實都不想 落他面子 所以特地拘捕他 去房間才談 這個突顯了 宋子豪是多麼懂得做人 這裏就是 如果我不答應又怎樣 在這裏 又突顯到 第二個突顯 就是 宋子豪 他就說 外面 一個是我兄弟 一個是我朋友 就是 兄弟就是 傑仔 即是張國榮 我怎麼可能答應你 因為那個是我的親兄弟 怎麼可以拘捕他 是黑社會 一個就是朋友 即是馬克哥 接著就是 你可以詆毀我 但你不能侮辱我朋友 這句是否很有英雄氣概的說話 所以這場戲 突顯了 道亦有道的事 一個很英雄氣概的人 應該要重情 情就是真是兄弟情 二就是朋友情 所以在這裏短短的一場 文戲裏 都未必有什麼打鬥 就突顯了一個親情 即是情義兩個字 情義兩個字 即是很重要 所以厲害的導演 我們是要學習一下 當然 你又是這樣 即是做一場戲的Ending 你之前說得這麼嚴謹的時候 你都要收回它 一場戲要收 即是有開頭就要收尾 那收尾的時候 當然 吳耀心導演 也是用了一個很高明的東西 就是敵龍開門 就看到法哥 然後 法哥就 這樣很詫異 很詫異 因為 法哥在外面 是聽到他這樣說的 他就 收回一場戲 就說這位朋友 真是好 然後 在這裏 剛才那個 剛才這裏 在完了這裏 他還有一個位 我會剪下來 就是 他們兩個 發哥 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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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亦都是回應他 開頭的影片 那時候 他們兩個 很容易起風化 就 穿著馬哥褲 走進來 現在 就是拐著拐著走出去 這也是一個 呼應 好 接下來 這場戲 就是 這裏 就是 張國榮 就是 朱寶儀生日 張國榮 在這裏 吃蛋糕 吃蛋糕 然後 當然 朱寶儀做了一個調停的人 就是說 你不准生氣 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 張國榮 就見到 宋子豪 當然 是很生氣 然後 宋子豪就入了屋 然後 朱寶儀 就說 今天生日 就是 阿迪龍就說 你今天生日 然後朱寶儀就是 是 是 給他一個蛋糕 就是 又是一個 在穿線的 副座位 好 接著 張國榮 在這裏 為什麼對他這麼好 其實在這裏 就是 張國榮 講這句話 其實已經突顯到 他一件事 就是說 他對這個歌 因為 又是呼應上一場戲 就是 但是 迪龍就是告訴他 我沒有做大哥很久 其實 他的火 是降低了少許 降低了少許 就是突顯到 當然 在這裏 宋子豪就說 大哥 成給你 那些 料 就是各樣東西 太容易得到 就不行 各樣東西 就是說 他都講回黑道裏面的 陰暗 就是極度陰暗 讓張國榮聽 就免得他弟弟糟糕了 就是糟糕了 這個也是一個 愛的表現 就是愛個弟弟的表現 當然 張國榮就不聽了 就是 告訴他 你還以為我是以前的傑仔嗎 我現在很棒 就是呼應 他之後 張國榮 就去查 當然是拿到一些流料 去查 那個交易 那些東西 當然是出事 中槍 那些東西 那就呼應了 在這裏 這裏 阿迪龍就說了一句 很重要的話 其實 吳宇森導演 在每一場戲裏 他都滲一些 很遇重心腸的說話 在這裏 阿迪龍哥就說 通常狡惑仔的事 你不要相信 這句說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交代了 走狡惑的人 你真的不可以相信 因為那些狡惑仔 他真的可以騙 不單是騙人 是騙自己的 這件事 就很遇重心腸去說 當然張國榮就很憤怒 很憤怒 就是聽不進 好 在這裏 亦都是兩兄弟 就一個吵架 這個場景 也是呼應 剛才經濟的場面 這裏 阿迪龍哥就說 他始終對我的觀感沒有變 很想放棄 就是有些放棄 應該這樣說 但是朱寶宜的角色就是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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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豪哥 阿豪哥 你不要 你不要放棄 你會繼續努力 做給他看 這樣 即是呼應回 剛才經濟車房那裏 就是說 朱寶宜不是叫他離香港 就是呼應回 就在這裏 你看看朱寶宜是多麼認真 那這裏 朱寶宜說完一句話 就是叫他不要放棄 就馬上離開 那導演就很高明 當然阿迪龍哥的演技也很厲害 就是用一個很欣慰的表情 這個很欣慰的表情 你看看 他做黑社會大佬的時候 就是一些很硬正的 就是任何東西都很硬正 但是來到這裏 開始有一個很欣慰的表情 就是一種比較慈悲一點點的事 開始浮現出來 即是他開始變成一個好人 好 接著他就回入屋 當然一場戲又要收了 朱寶宜就說 為何你不肯接受他 那張榮也很憤慨 爸爸是被他嫁著婆婆死的 其實這裏就呼應他這種憤怒 各種東西很容易做錯事 導演也是交代了一件事 當一個人很憤怒 各種東西 他的判斷能力是很低的 這個也是很語重心長的場口 好 那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亦是一個收場 就是說 張榮一一轉臉的時候 就跟朱寶宜說 他走錯路 怪誰 即是說 其實這是一個很普世的價值 如果你不是有極度愛心的人 根本上一般的想法都是這樣 一個人走錯路 其實真的是他要負責任 但當然 那個走錯路的人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走錯路 普世的價值 通常都會認為 你走錯路 你就一定要負責到底 但那個人是否知道自己走錯路 自己是否真的會去負責呢 他亦是帶出了一個問題 亦是帶出了一個答案 同一句說話裏面 所以 他這個收場 也是非常之好 在這場戲裏面 好 跟著 跟著下去 當然 大哥成就不妥他們 好了 法哥噴 噴血 那些是可以喝的紅藥水 當然 都類似是那類 法哥當然 噴血 呼應 那時候他被人打了 對 那 給大哥成打了 當然現在這些招牌 這些都很少 因為以前 星光廠上面都有過的 和銅鑼灣都有過的 現在就少了 這些現在都不知道劇組 可以去哪裡找 好 那接著一直被人打了 他繼續起身 那法哥呢 你看到 演技是甚麼呢 起身就是起身 但是你看一下 好的演員 他起身 他會 隔一下 或者隔兩下 這個就是在演技裏面 加重了那個氣氛 那這些也是一些細位 你看到他剛才隔了一下 站直 然後 導演也安排 再在後面 隔多一下 那 即是說 你有多挖強 由剛才那一下 即是他跌低了 然後再夾起來 然後再隔一下 看看你死不死 那這些就是 一些加重劇情的做法 那當然 那些 通常都是兩三下動作 那些 那些 接著交到來 這裏 其實有些外國片 都類似是這樣 就是 一些 黑道裏面的人物 即是打完人之後 就會專門用一些很酷的東西 譬如現在 李子宏這個角色 就是說 他是用一條頸巾 跟法哥去抹一下血 即是那些血 即是突顯了一件事 就是 我還是很尊重你的 那件事 即是這種就是酷 其實在現實裏面 就應該沒有這些東西 這些是在戲劇裏面 你想想 又怎麼會用一條頸巾去抹血 所以 拍電影 我們如果是做導演的話 就這些 這些在社會上未必出現的場景 就是 帶一種藝術感給觀眾 我們 即是 總之拍戲 做導演 各樣東西 就要學的東西 好了 抹血 然後 抹血之後 抹血之後 然後 李子宏 抹血之後 一拳再打過去 你想想 這個就是 好看的地方 就是一個反差 即是 你從一個 理性一點的角度 就是 咦 做什麼 跟他抹血之後 再一拳打過去 那你抹乾淨了 就不用再打他 所以拍電影 好玩的地方 就在這些反差 然後 我發覺 就在這裡 好 他就 在鼻子裡 流出血 這件事 雷子陽先生 已經說了 他應該是含在嘴上 然後 做這場戲的時候 就在鼻腔 再穿出來 這些 其實 很多 資深的演員 都要做這個動作 如果做不到 就去不到資深 因為 你看到 周星馳 在倒性裡面 那個臉 就是那些臉條 在鼻子裡噴出來 其實就是這個技術 這個是演技的技術 拍攝很辛苦的東西 拍攝這些東西 也有些人說 也有另一個方法 但那個方法 我並不太認同 它們就有些 可以爆的 類似 紅藥水之類的 就造成了一個 膠囊的東西 然後 你真的 一 埋去 即是你壓一下鼻子的時候 其實它真的會爆 這個方法 有人跟我說過 但我並不太認同 為什麼呢 因為法哥 你可以看到 它流下來的東西 剛才那裡 連貫流下來的東西 其實很長 你見到它流下來的東西 應該一個膠囊 是未必做得到 所以應該都是 鼻子上鼻腔 再噴出來的技術 是 比較辛苦 可以看到 法哥 法哥 當然是 吹在這裡 接下來 那裡 我沒有剪下來的 就是 李梓雄 會用頸巾 抹一抹手 各樣的東西 所以 在導演的角度 每一件工具 其實它都要 運用得到 即是在場口裡面 其實不應該 應該這樣說 即是每一件工具 它是運作到 而且 亦都不可以有 多餘的東西存在 這些就是厲害的導演 這樣一條頸巾 都玩得那麼多 對吧 好 在這裡 當然是 我略過了 堅叔 那一場戲 即是 那一場戲是什麼 就是 李梓雄的小孩 把法哥 暈倒 扔在堅叔 車房 那裡當然是 整個 全都破了 那個場口 然後 來到這一場 就是 又是很重要的戲份 就是 他們 那裡 宋子豪 就接了媽媽 就 上去飛鵝山 這裡是飛鵝山 看回來香港的景 那這裡 就突顯了 他說法哥 就是受完重傷之後 就醒了 然後就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原來香港這麼漂亮的 真是不值 一剎那 就是這麼漂亮的東西 一剎那就沒有了 這句就是隱喻 就是他 他做了大哥那種威水使 但是問題 一下子 他就什麼都沒有了 就是那種悲哀 就是這些是他開始有 就是那個粉體質族的 心情 出來了 這個就是 香港那個景 在這裡 狄龍就是跟 馬哥說 就是 說 唉 我們都不適合這個江湖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算了 那些東西 就是不要跟大哥成鬥了 是 我們做回普通人 那當然 馬哥就不會接受的 是 不會接受 這裡 就是宋子豪跟他說了 這個江湖都不再是我們了 當然 法哥就不接受了 是 所以他那個 那個很憤怒的眼神 憤怒的眼神出來 但是他 他不是生氣 宋子豪 而是生氣 就是那種 那團火 就是你沒有了 那 那是怎樣呢 就是被人欺負到上心口 那又怎樣呢 是了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好 這裡 也是 很多人說的一場戲 對了 這裡 這場戲 就是我看了這麼多年 也都很感觸 因為 他這場戲 應該是法哥演的時候 其實他之前的仕途都不行 法哥 之前的片都不行 那麼 在這裡 我覺得他是想 一個很爆發的位置 借助這段對白 一個他以前在仕途裡面拍戲 怎樣受威辱 那種的低落的心情 他在這一場戲裡面 是爆發出來 連帶他的人生的屈辱都爆發出來 我相信是這樣才能做到 可能 法哥也未必會記得 但是那種屈辱 普通的演員 是沒有可能的 你看看他 他就說 我不是證明我威 我是證明失去的東西 我會拿回來 只是這句說話 但是表情 是很經典 如果他的人生不是受了那麼多的挫折 不是受了那麼多的屈辱 他很難做到這個感情出來 很難 因為如果你是單靠演技做出來的話 應該都比較假些 但是如果他將以前受過的屈辱 一次過爆發出來 他的不滿 屈辱 一次過爆發出來 演員就真的做到這件事 所以在這一場戲裡面 突顯了法哥 演技去到巔峰 去到巔峰了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 他在這個位置很掘強的眼神 這場戲應該是抒發了 說真的 這部戲他之後都大受 這場戲應該抒發了 法哥一直以來受的 在戲行裡面受的屈辱 你知道在戲行裡面 真的有很多屈辱 包括很多人會提下你 因為在戲行裡面其實都很虛榮 就是 見高就拜見低就踩 就是樣樣齊 還有你知道 在裡面 如果不是成名的話 如果是三四線 不是二三線的演員 而是三四線的演員 你想想 連PA仔都會欺負你 不要說PA仔 甚至乎 那些蛇頭 都會欺負你 所以 屈辱 他這場戲 真的深深爆發了 好 我們繼續去 當然 宋之豪 就 在那裡 都有一個感慨的位置 因為被法哥說 你看你像嗎 你沒有了火 知如此類 就是再一次勾起 宋之豪那種熱血 好 因為每一場戲都有一個收尾 剛才 發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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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講了很多 即是他講了很多偉論 但是 你的場口也要收 收的時候 就是說 他跟宋之豪說 你現在做好人 都被人跟蹤 那怎樣做好人 所以這個 也是突顯到 他勾起宋之豪 之後 即是 回應宋之豪 怎樣去幫宋之傑 好 繼續 在這裏 當然 他是約大高城出來交易 這裏是拿了那個磁帶 拿出來交易 那場 拿磁帶那場戲 就是 遞顯了馬哥 是多重兄弟情 好 那 拿磁帶那場戲 也是有一些槍戰的畫面 那裏 各位觀眾 再看一部電影 那些場口 就留給觀眾朋友 去看一部電影 不要全部被爆了 在這個廟裡 又是有一個偉論 就是 發哥 馬哥就是問宋之豪 你信不信有神 又是一個很宏觀的 普世價值的問題 然後在這裏 馬哥就說 其實神也是人 但他做到一些人做的事 他就是神 這就是 其實 是一個普世的價值 但這件事 其實 如果你說 站在宗教也好 什麼也好 其實這句話 就不是到底 不是到底 他只不過是 形容著 普世價值的人 都是這樣認為 但其實 是否真的有神 這個 現在暫時 是沒有答案的 沒有答案 不過 神 他為什麼 會被人說是神 其實他當中 是一個 有一個很古老的修煉 這件事 可能我們之後再分析一下 但普世的價值就是認為 其實神 都是有個肉體 不過他做一些 普通人做不到的事 他就是神 好 好 我們繼續去 然後當然 大哥成來了 好 然後 當然在這裏 有個插枝 即是你要收場氣 你還是要溫和一點 但是他的插枝也很長 就是 大哥成就 吹馬哥 就說 喂 你這樣就開了 裡面有炸彈 然後 張雲發 馬哥就 猶豫一猶豫 然後大哥成 再說多一句 這樣就害怕了 那怎樣跟我玩 這裏就是猶豫 猶豫 眼神猶豫 你見到發哥的眼睛 用眼睛來做氣 滾滾一下 好 這裏就是他所說的 怎樣跟我玩 發哥就真的 鼓起勇氣 打開 好 好 接著打開 當然是有劫錢 然後 剛才那個 一閃過這一下 一閃過這一下 他當然是說了他粗口 你敢串我 這個就是他的怒氣 然後當然是 一下就打到大哥成那裏 代表了他那種傲氣 出回來 就是馬哥的傲氣 出來了 這裏就在馬頭拍 雷智雲先生說 他這場爆炸的戲 就在岸船洲裏拍了 當年也是 真的在岸船洲裏拍的 應該 因為當年有人報警 就說 為何那裏爆得這麼厲害 其實他那些爆炸的場面 就很澎湃 好 這裏就突顯了 因為宋子豪 就為了弟弟要做些事 就很想 那個弟弟來 拘捕大哥成 就是想 那個弟弟 就想 立個功 和報到仇 因為之間 就是 大哥成就 善了 宋子傑 一幕 令到他中槍 這場戲 就是 宋子豪想報到仇 和想 報答 那個弟弟 所以這也是一些情義的事 他就和馬哥說 你先走 我會來會合你 其實就是 這句 又是遞顯了他很懂得做人 其實說真的 在這樣的場面裏 他又怎會再和他會合 即是死定 當然 馬哥就很猶豫 剛才的眼神 這個就是 宋子豪 我會和你會合 帶一個絕望的微笑 分別這樣 然後 一連長的 這裡 就是叫馬哥走 叫馬哥走 馬哥在這間 一旦就開了船 走 就是想要走 然後 因為大歌成 那些 就捉了 宋子傑 宋子傑 即是張國榮 然後 當然 在這個場口裡面 因為 宋子豪 就是大歌成 在手 就交換了 交換了 張國榮 因為 張國榮 是被大歌成的手下 抓了 這裡就是 一些 比較好的導演 他想出來的事情 就是 很多時候 他都是 會交代 左右地交代 原因是 其實拍攝這些電影 你可以不交代 很簡單 就是 宋子傑 來拘捕 然後 之間 跟那些 壞人 去拚火 都可以收尾 但是 好的導演 就會很多時候 將一些 感情線位 穿來穿去 這個是要用一些 功夫去做 好 好 好了 這裡 說他 法哥 就開了一艘船 走了 但是 他看到那邊 就是 看回那邊 那個岸那裡 當然 宋子傑和宋子豪 就和壞彈在打 他就不想 沒有了兩個朋友 馬哥 不想沒有了兩個朋友 就怎樣都想回去 去幫忙 這又是一個 線 一個感情的線 反過來 其實是很鬥爭的 這些事情 然後 馬哥 就開了一艘快艇 鏟上岸 即是 和那些華人搏火 當是救了兩個老友 然後 他們很開心 宋子豪和宋子傑都見到 那個老友 然後 大哥成當然和他們搏火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 空心彈 其實火藥都不少 其實和真春沒有分別 好 然後 當然 一直搏火 一路搏火 一路搏火 當然他們 兩兄弟 都沒有了彈 發哥那裏 有幾支槍 然後 兩兄弟都受了傷 發哥 要照顧 宋子豪 宋子豪其實 其實 發哥都不太行 那麼 在這裏 就是 他們兩個不行的時候 但是 導演都刻意 將 張國榮等在左邊 宋子豪就等在右邊 即是在畫面裏面 那裏 在這麼危難的場面裏面 其實那兩兄弟都未和好 都未行 即是信任度很低 還是 那麼 發哥就做了一個中間影的角色 就在這裏 就是 很生氣的 過來 因為他都不太行 還要抽到宋子豪 抽不到 這樣 然後 要他過來 要他過來 幫忙 抽起宋子豪 即是幫忙一起抽 宋子豪 要不然 搞不定 那麼 這裏就是 馬哥的角色 就是穿在他們兩地之間 把他拉起來 好 可以看到 叫他過來 張國榮正在猶豫 在猶豫 在猶豫 這個就是人性的轉捩點 好 然後 當然 決定了過去幫他 好 剛剛那裏 我特地在這裏 為何要再做多一次 就是 過去那一刻 好的演員 會做很多表情動作 做的 但普通的演員 其實你 就這樣 其實你在地上 一爬爬過去 就可以了 因為當時 在說槍戰 你當然是爬過去的 就不會像 剛才哥哥那樣 很瀟灑 一個車身 然後轉過去 用手去扶送指號 這些就是一些演員 我覺得 尤其是現今的演員 要學的事情 你做很多做手的事情 其實做多一點動作 其實導演 如果你演技 不是太浮誇的話 我覺得導演 是很需要 這些類型的演員 反過來 好 接著繼續 當然扶他們 他們很不行 當然 大哥城 就是追擊他們 好 追擊他們 就是 一路追擊 當然 在這裏一路追擊的時候 宋子豪就中了槍 馬哥見到他們 兩兄弟都中了槍 那就很不行 接著在這裏 做了一個很語重心場的事情 這個畫面 我覺得是 很經典 雖然剛才 張國榮的角色 就是 過去扶送指號 但是那個是 由他懷 就是由他在掙扎 到底 過不過去扶他 然後 掙扎到了 然後過去扶他 但是 還未完全 去承認 這個 宋子豪 是他親大哥 就是那個感情 還未完全信任 好了 這一場戲 這裏 這個畫面 是 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 張文化的 馬哥這個角色 就是說 你看清楚他 這個是你親大哥 如果不珍惜他 他真的會死 因為他中了槍 你死了 死了 等於沒有了大哥 其實就提醒了 就算有什麼仇恨 都好 這個是真的 你親大哥 你是不是互相去包容 互相可以原諒呢 這個就是 導演 在這個 這麼混濁的世界裏面 很希望 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你任何家庭也好 任何兄弟仇恨也好 任何家庭仇恨也好 任何姐妹仇恨也好 其實 你有今生無來世 其實 這些仇恨可不可以放低呢 就是 你朋友的仇恨可以放低 家庭的仇恨可以放低 那麼 這個世界就好 其實他就突顯了一個 很宏觀的理念 就是導演 所以 這一幕戲 就是大家可以再重溫 這個是你親大哥 你看多一眼 就是我剛才說的 就是大家的演技都很厲害 哥哥的演技也是 好 哥哥在這裏 這個就是他演技 就是 就是 給觀眾看到 我真的極度鬥爭 我懸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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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懸 這件事很重要 好 當然 最後 最後 當然是原諒他 原諒他 就由這個位置 就是 你在 大結局 這麼快的場口 你要在 這麼宏觀的理念裏 裏面要收這場戲 又要帶出 剛才所說的 他說話的 嚴重性 或嚴肅性 你都要有一個 僑良 做的 吳爾森導演 就很厲害 用這件事 當其時的尺度很厲害 張法在這裏 就說 他有 即是 話宋之浩 他為了你 他肯改過 為什麼你 不可以用你寬恕的心 去接受他 其實就是 這句話 就是和應整套戲 他之前 張具寧不是說 他走錯路 或者怎樣 其實就是 他很奮小一隻族 這邊 就很無奈 那其實 真正法就是 在這個場口裏面 就是 全包了 全包了 因為角色已經去到最後 他就全包了整套戲的結尾 就是說 其實 你 放下 大家放下一點 其實就可以接受 接受整個社會的怨恨 就是你接受了之後 改良了怨恨之後 就是沒有怨恨 是不是 所以這件事 就是帶出了一個很宏觀的 接近世界和平的理念 所以這場戲很重要 然後當然 法哥的戲 也是去到最後 去到最後了 那 做兄弟 吳宇森導演這件事很厲害 他想到盡 無可再盡 不給個答案 給觀眾 去知道 他的意念 他就用了一個隱喻的方式 就是說 做兄弟的事 有今生無來世 或者你有仇恨的事 都應該要放下 但是他就不直接告訴觀眾 他就用一個隱喻的方式 就是 法哥 中槍 這個頭 這個很高明 中槍 當時的尺度很厲害 這個場面 都不知道他有沒有電劍 但是吳宇森導演 是願意搏 我很欣賞他 就是這種精神 他這件事 就是用了一個隱喻的方式 去交代 剛才我說的那件事之餘 亦都是 完全和應他之前 就是說 很多人 他談生意 用槍指揮他的頭 張國仁也是用槍指揮他的頭 第三下 就是被人打中了頭 你說這件事是多重要 當然 這些就是演技 當時的尺度 都很危險 因為這些是屬於暴力的事 張國仁就是整個臉都有血 在這裏 他就用馬哥死這件事 用死這個角度 去教化世界 這個就是 如果我沒有看錯的話 應該是吳宇森導演 就是希望用這個 這麼嚴肅的話題 去給世界一個很普世的價值 就希望很多人明白 這個理念 大家寬恕的理念 因為不懂 為什麼這麼好看 應該就是在這些人性的表現裏 好 繼續看尾 當然 演技方面 其實被人打中了頭 就 回到頭 其實被人打中了頭 嚴格來說 全身不能動 而且不會站得那麼久 基本上 人就會馬上慣低 但在戲劇上 導演好看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導演 用他站在那裡很久 然後 宋子傑 驚訝了很久 應該是醒覺了很久 然後 發哥 馬哥 還可以舉起手 去摸一摸 張過榮的臉 其實就是突顯了一件事 我很珍惜你 這些朋友 做了一個很難死難離的局面 出來 這些當然我們是要學了 然後就睡著 睡著 睡著之前 睡著之前 都做多一點點事 不是 厲害的導演就是這樣 做多一點點事 就像上一頓許文強 亂槍掃射的人 其實你中了一個頭 就已經死了 但是還未死得透 突顯了大哥成 是多麼衰 你還未結局 就是要安排大哥成 就是在槍人發的身上 射幾十槍 在這裏 再突顯了 馬哥那種英雄氣概 然後 宋之豪 當然是傷了 那些 那些 因為馬哥的氣氛 就完了 另一個氣氛也要飆上來 整套戲當然都是 狄龍哥 張榮哥 這些 去勾起的結果 狄龍哥就馬上爬上來 就很不捨得了 這也是呼應張榮發 他摸張國仁的臉 那種悲 那種不捨得 應該說難捨難捨 好了 在這裏 導演也是和應 他們兩兄弟和好 就是張榮發用死去開解他們 好 那當然 好 那他就 到結束了 結束那裏 我特地沒有折錄下來 那是 一套戲 結束後 結束後 也是對這套戲 導演和演員的尊重 因為這套戲很辛苦拍出來 我現在用他的片段去說 其實都是 用了他的畫面 都是有些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做一個尊重出來 我用了他的畫面 但結束後 我都不說 那就留待 或者有些新的朋友 有沒有看過英文本色 都希望大家去再看一看 回溫這套 這麼經典 這麼好的港產片 拍攝手法 現今應該可能會再好些 因為現今的視鏡科技 會好一點 但是人情未拍到嗎 未必拍得到 因為現今 我們現今兩指營的世界 好像不多說感情 所以我都在這裏 有少許分享和呼籲 就是 年輕人們 不妨用一個多兩個小時 時間去看一看電影 看一看人性到底是什麼 我們的社會 真是很需要人性 就算我們的社會 怎樣沒落也好 怎樣去到戰爭階段也好 其實人性就是我們身為人類 要有的東西 好 這套戲就分析到這裏了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一場戲 繼續捧一捧我們香港的電影 因為我們香港的電影 真的不是差得去哪裏 而是現在經濟矛盾 地緣矛盾 就搞到我們香港好像差了很多 這個也是社會變遷的現實 不過 只要不放棄 應該這個行業 我們和我們的社會 應該是共存到的 很多東西 不妨大家放低一點點 我們的執念 就突顯到人性光輝的一面 好 那我們下條片見 希望大家都支持我的頻道 不要嫌我一場戲 OK Thank you 大家 Bye Bye 來吧